歡迎打開羅比頻道 今天的主角是金牌特務機密對決 Kingsman The Golden Circle 當然他是金牌特務第一集的續集 導演同樣是第一集的Matthew Vaughn 演員也是原班原馬的Terry Acton Curlin Furze Mark Strong 以及這一集新加入陣容的 Hurley Berry Chunning Tongue Jeff Bridge Julian Moore Pedro Proskov 以及英國傳奇歌手Aton John 導演馬修凡 拍過幾部經典的電影 像是特工聯盟 還有X戰警第一站 非常遺憾的是他都沒有參與續集的導演工作 而這次是他破天荒第一次拍攝的續集 有很多偉大的續集電影 像是《教父2》 《異形2》 《魔鬼終結者2》 《帝國大阪集》 以及《暗黑騎士》 他們都在原來非常優秀的第一集之上 拍出了更經典的續集電影 而金牌特務的續集 套一句第一集的經典台詞 這不是那種電影 它沒有辦法成為一部偉大經典的續集電影 它有很多延續第一集味道的精彩之處 像是華麗的打鬥啊 幽默的情境啊 大膽的劇情轉折啊 但是這地道上面好像都濕了準頭 諷刺的力道不夠 幽默的力道不夠 華麗的場面也不夠 在最重要的劇情張力上面更是顯得普普通通 你完全感覺不到上一集所帶來的那種危機感 但這集還是有很多讓人可以喜歡的部分 尤其是角色之間的情感 在這一集裡面 你更可以看到他們感情之間更深厚的表現 主角 Eggie成為了一個可靠的Kingsman特務 上一集結尾出現的公主 在這一集有了相當多的戲份 Mark Strong飾演的梅林 一樣是讓人非常感到可靠 而Curling Furze 在這一集則有相當多有趣的耍刃的戲份 讓我感到非常的驚喜 新出現的幾個角色則是不同於Kingsman的拘警 相當美式的狂傍和不羈 像是Chunning Tong飾演的Takira探員 以及Pedro Pasca飾演的Whiskey探員 上一集Samuel Jackson飾演的反派 非常的讓人印象深刻 一個相當自大做事又相當拘警的一個狂人 有著一個非常瘋癲的救地球的計畫 這一集Julian Moore飾演的反派 你會喜歡他的表演方式 你會喜歡他的氣勢 你會喜歡他的幽默 但是你會從他動機的膚淺 就會對這個角色大打折扣 雖然說他的訴求 可以說是這部電影裡面最精彩的一部分 我個人非常喜歡劇情在這一部分的設計 比起上一集的愛地球計畫 更不知道哪一方是所謂的正義 而自己又支持著哪一方 相當衝撞觀眾的道德觀和正義感 但Julian Moore的角色 好像就被限制在這個劇情的設計上面 而不像上一集的反派 有著絕對的狂妄 讓那個角色有一個高度出現 我不太喜歡這部電影的配樂 一直有在讓我看復仇者聯盟的感覺 我不知道是刻意的要諷刺什麼事情 但是這些配樂在這部電影裡面聽到的時候 就會讓人感覺有一點俗氣 這一集的劇情很多地方都跟失去是有關係的 尤其在這一集我們贏回了Colin Force飾演的這個角色 我們看見了每一個角色在面對失去時 所做的不同的選擇 而梅林也一直告訴著主角 記得你所受的訓練 不要被感情所影響 任務第一 而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 就是英文劇名的The Golden Circle 當然這是反派組織的名字 一開始我們也看到在所有的反派身上 都有這樣子的一個刺青 而在電影的後半段 結尾的部分我們只能看到Golden Circle 這個黃金圈 它用了一個不同的形象出現在這個電影的畫面裡面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 希望我可以再拍一支 講劇情內容的部分的影片給大家 總體來說金牌特務機密對決 還是一部相當不錯的娛樂片 只是它沒有達到第一部的那個高度 於是讓我還是會有一些小小的失望 不過那是我自己的感受 不知道你們看完之後 是不是也有跟我一樣的想法 搞不好你們會覺得 比第一集好看很多人說不定 金牌特務機密對決我給的評價是 這就是今天的影片了 請幫我按讚還有分享 並且找找你的訂閱鈕 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你想要在第一時間之內 知道我上傳影片的消息的話 請幫我在訂閱之後 再按一下那個小鈴鐺喔 如果你有任何的意見或是想法 不管是關於我的這支影片 或者是關於金牌特務機密對決這部電影的話 也歡迎在下面留言讓我知道 祝你今天可以找到一部喜歡的電影 這裡是Ruby頻道 我們下支影片見了 掰掰